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下如何在Google Form里面加上输入指示 就是How to add fill description in Google Form 我们就开一看例子 这里是我之前做好的一些Google Form 我们就开启其中一个来当做我们今天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时常会用到这个IC number的这个部分 那么通常IC number我们都不要别人它放dash进去里面对吗 那么我们怎样告诉人家呢 通常在下面我们就有一个指示 就是一个fill description 所以在Google Form里面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这个地方 白色的地方你任何一个地方 你点击一下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可以改 可以修改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 因为这边还没有一个地方给我们写 所以在这个右下角那边 我们看有三个点了对吗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 Description或者Response Validation 那么今天我们只讨论这个Description 当你按一按的后 这边就会出现 Description这个fill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填写 Example或者我们写 Chonto 我们给人家一个例子 然后就放可能800506 然后075432 所以放一个阔弧更好了 放一个阔弧 所以别人就看了就一目了了 你知道 OK IC number的format要这样子set 然后填满了之后 我们同样的随便在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空白的地方 我们按一下 它就会把我们Auto Save在我们的Google Form里面 然后如果我们要去 preview一下 预览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它是这样子的 刚才我们填的 所以IC number 它就会出现这个 Description在上面 然后别人就可以正确的填入他们的答案 可能870706等等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